男朋友 VN哥去哪 去哪去哪 我也不知道啊 跟香檬進來看熱鬧的 好像要帶我去不錯的地方 先幫我試一下 好久沒有這樣跟車出遊 我們知道 3號香檬 3號香檬 而且我們今天的車全部都黑色的 暗黑板的車型 有沒有 看起來很像國安特勤要出任務 帥喔 好 終於來到目的地了 我們現在來到宜蘭的一個地方叫做友朋會館 在這個地方很特別的是 它很像是一個美術館一樣 你可以看到很多清水模的建築物 和我們今天的Range Rover Sport 氣質也是非常搭 那我們今天所介紹的這台車子 它是暗影版的車型 從外觀上來看就是整台車 歐露露 然後非常具有神秘感的感覺 基本上其實在一般版的一些設定上來講 很多的部件都已經黑化處理了 但是透過這次的車漆 也是採用這種黑色的一個車漆 整台車看起來真的非常具有神秘感 而且剛剛在路上拉車隊的時候 超像國安特勤的 很有出任務的感覺喔 比較大的重點就是在這個水箱罩的兩側 它的燈組是Pixel的一個LED燈組 所以它有更好的一個照明效果 另外一點比較不同的地方 在下部分這個地方 其實全車都可以發現 它的這個左右兩側的一些飾板呢 從原本的車身銅色烤漆 這次變成了類似一種防刮材質 然後霧面的材質 但是我覺得不影響這台車子的 它的一個質感上的呈現 忘了講一個彩蛋喔 這台車子它的建議售價是389萬元 和之前基本版的售價相比呢 下降了73萬元 那這台車子呢 它是限量50台而已 而且這限量50台 它有加上一些很特殊的配備 等一下替大家介紹一下 看到車子的部分 Rangelo Sport呢 它的車身長度大概接近5米 在軸距部分呢 大概也接近3米的程度 那我們來看到這台暗影版 它的一些細節部分 首先啊 剛剛有一個東西收起來了 我們來解鎖一下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側踏板 那這也是這個50台的暗影版 它的一個標準的配備 如果是基本版 所以你其實是要花錢加價準備 它現在直接付給你 好 在輪圈部分呢 其實和基本版一樣 它都是21吋的鋁圈 但是它的造型跟基本版 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的 質感方面 我覺得也是這種霧面的材質 看起來是很深邃的感覺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哈欠 這次也是用黑色的配色 放近一點來看 你會發現它還有這種 Grambo的一些字樣 看起來非常熱血 那還有一個配備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基本版的Range Rover Sport 它是有配備電性能 但是在暗影版車型上面 它就沒有這個電性能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功能 稍加適應一下 其實我覺得不影響 使用上的一些用途 好 最後看到車尾部分 剛剛攝影大哥跟我說 這台車的細節看起來都顯配 其實我們剛剛在路上的時候 跟車隊就發現 其實透過這些黑化的處理 它看起來真的超級神秘的 因為包含這些字標啊 Range Rover還有這個Sport這些字樣 都是黑化處理 所以你會覺得 哇 真的是 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啊 那在細節部分 其實和基本版的一些架構上來講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我們從上往下看 在最上端 你可以發現它有這個 Clear Side的一個 後視鏡的一個功能 也是保留下來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它的車尾燈 LED的燈組 反而是更顯眼更醒目的 一個對比的感覺 那剛剛講到車標 治標這個車名 都是黑化處理 靠近下部分這個地方呢 它也有一些類似這種 防刮材質的處理 這是和基本版比較不同的地方 好 既然是一台休息車 我們來看一下 行影箱的空間表現部分 首先呢可以透過電磁閥來開啟後尾門 然後是電動起立的尾門 那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其實裡面已經有一些東西了 那這是我們這次出門的一些攝影器材 那這次就當作比例池讓大家看一下 像我們的攝影箱呢 放在裡面其實你會發現 後面還有一段 其實它的深度表現是還滿不錯的 那包含一些背包啊一些攝影包 其實可以模擬一些這種 大概三天兩夜 或四天三夜出遊這些行李 要安置在裡面呢 其實都還算滿夠用的 那當然你可以把第二排整個往前傾倒 獲得一個更大的一個空間容積表現 這樣的一個空間機能 我覺得一定是非常夠用 因為它的車身是足夠方正 那還有一點就是它有一些 那種遮板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你停好車呢 不想要讓人家看到你裡面放什麼東西 都可以透過這個板子 達到這樣的效果 上車之後呢 其實我會覺得 這一次的質感呈現 依然是維持Range Rover品牌 非常豪華這樣的一個水準 雖然說呢 它的配備上和基本版還是有點差異 畢竟價格部分有一定程度的價差 但是就一上車最直觀的感覺 仍然是感覺這台車的一些優點一些好處 比如說我們這台車整台車呢 是用上了這種彈幕黑的一個車身的一個氛圍 也和車外一樣是這種黑色的一些材質做呈現 所以這個車外的神秘感呢 也延伸到了車內 架子座這邊可以看到13.7吋的一個數位儀表 那在中央呢有13.1吋的一個數位的曲面螢幕 那這個螢幕呢可以去使用包含這個PV Pro的介面 然後也可以和手機進行連結 甚至你可以去使用一些越野功能啊 模設切換360度環境影像組織功能 都可以透過這個螢幕來做顯示 都是非常便捷的 所以在規格配備上來講 其實和基本版設計並沒有太大不同 那比較不同的地方在於座椅的部分 那座椅呢從原本的20項變成了12項的電動調整座椅 那在裡面的材質呢從原本的溫紗皮革 現在改成立面的皮革 但如果是強調實用性的話 我覺得這次所搭載的立面皮革 也足夠應付你一般日常心事所需了 那就端看你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一些比較先進的配備 包含它的電子後視鏡啊 Clear Side這支功能也都有搭載在這台車子上面 那如果你是喜歡聽音樂的朋友的話 它車上面也有配備這個Meridian 400W的音響系統 所以在聆聽品質方面 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一個狀態 還有一點就是它有大面積的天窗 這個在車內的壓迫感就可以有效降低 坐進後座你會發現我現在的姿勢非常的慵懶 因為它的椅背的角度其實還滿傾斜的 很舒服的一個狀態 當然我不想要坐那麼斜的話 其實也可以往前拉一點 然後這樣做稍微精神一點 那我覺得在後排呢 比較大的一個重點配備就是它具備了 後座的一個四驅紅溫空調系統 那我可以透過中間這個介面呢 去選擇比如說風量啊 冷度啊 甚至是吹浮的模式 都可以透過中間這個介面來做選擇 我覺得相當的不錯 那再來就是它雖然是四輪傳動的一個車型 但是中央底板的突擊面心並不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上下車的動線都還是OK的一個狀態 那還有一點就是 從之前我就蠻喜歡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的Meridian音響系統 和車內的這個門式板 做一個整合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質感上的呈現 是蠻特別 而且很有設計感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就是Range Rover Sport的暗影版 那它的基礎呢 是以D300的一個車型作為基礎 所以它是一個柴油引擎的搭配 講一下它的動力規格喔 3.0升的柴油 無論這樣引擎 它還有480p的輕油電系統 這組引擎呢 可以帶來300p的最大馬力輸出 在扭力部分有66.3公斤米 搭配變速箱是8速的手指排變速系統 那方向盤後方有半檔後邊 那0-100加速呢 大概是6.4秒可以完成 開到Range Rover他們家的柴油引擎 都會覺得哇塞 他們竟然可以把柴油引擎調整成 很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 其實是整個柴油引擎的氛圍 因為傳統我們認為柴油引擎 可能是比較粗一點 不然它運轉的聲響 可能會有叭叭叭叭的聲音 但是這組引擎 它的柴油引擎很寧靜 然後它運作品質真的很細緻的一個感覺 那甚至你種柴油門的時候 你還可以感覺到 這具柴油引擎 竟然可以帶來些許的這種聲浪反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 所以這顆3.0的直六才有 渦輪站以前我還蠻喜歡它的一個 不管是動力輸出的表現 或者是它所給予的一些 運轉的時候的回饋 都會覺得是非常 非常充容 然後很有氣勢的一個感覺 那在扭力部分 當然不用多說 66.3公斤免的扭力 不管你是在起步加速 或者是在高速公路要超車的時候 其實都很夠勇 但是它的變速箱檔位也充足 所以當你需要加速力道的時候 它也都可以計時給予你 當然不會像是汽油引擎 後續的延伸性這麼好 但是透過變速箱多檔位這樣的一個 其實還可以帶來很順暢的一個 加速的表現 這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啦 Rangeable Sport 還是有準備很多的模式讓你來玩 比如說 舒適模式 省油模式 AUTO模式 越野模式 賽道模式 那我其實個人最喜歡的 還是舒適模式 因為我覺得很契合這台車的調性 當然有些人講說 Rangeable Sport 是一台適合自駕的車子 但是我覺得它所給予你的 就是一個很雍容華貴 然後很大氣的一些感受 那即便是自己開 你都會覺得被這種舒適的氣氛所感染 這是我覺得它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同時呢 透過模式的切換 它的軟硬程度也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舒適模式是最符合一般道路使用 或者是高速公路使用 它是比較 比較慵懶一點 然後有一點柔韌的感覺 那當你需要有這種過彎的反應的時候 或者是你想要享受這個加速表現的時候 你當然可以切到賽道模式 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避震行動 明顯的是變得更加的硬 那帶來更運動化的感受 但這樣的運動化感受 不至於會讓你覺得說不舒適 或是太過硬派 它的基礎基本上都還是一個比較舒適的一台車子 所以方方面面的表現呢 我覺得加總起來這台暗黑特飾版 雖然和基本版的配備有些許的差異 但是我覺得這些並不會足以影響你去體驗 Range Rover Sport這台車子它的精髓 而且我覺得重點是 價差73萬元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誘因 你可以享受到一個非常酷炫的 包含是內裝的氣氛 然後或者是外觀的一些 暗黑的一些呈現 剛剛其實我在外面自己拍照的時候 我覺得這台車看起來真的也太酷了吧 整台車真的是像我一樣講歐嚕嚕的感覺 但實際看到車子 我會覺得它這個黑色很有質感 如果你有意要入手Range Rover Sport 有機會可以入手這台限量的車款的話 我覺得會是你體驗越野豪華品牌 非常不錯的一個機會 好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掰掰